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几课讨论了一下 PP一共有八种数据类型 对不对 四种标量 得哪些 负尔形 整形 还有呢 字符串 符点 符点形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两种复合类型 数据和对象 还有两种特殊类型 资源和空 对吧 咱说了 标量是咱们近期要通通好好学的 对不对 对 那对于数据对象和资源 那都是后边咱们的课程中的一些重点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讨论的是布尔类型 就是咱们八种数据类型中中 八种数据类型中 标量中的一个 对吧 布尔类型 那布尔类型通常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就是在程序中只存两种情况 一种是真 一种是假 就是一个专门做开关用的 对不对 真我们能干嘛 假我们干嘛 对不对 通常都作为一些条件的处理 所以呢 是经常用到的一种类型 这是咱们八种类型中 第一个咱们要学的类型 那他在内存中占的空间呢 一般他就真假 是一个标号 对不对 所以在内存中占一个字节 有这个概念吧 八个零一零一组成的一个字节 OK 那布尔形平时咱们在声音的时候呢 来打开一个程序 新建一个task的pd 看这几个咱们介绍的是BOR 也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平时在声明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BOR等于 这是真值 这是BOR等于 hose 这是假值 这块是2吧 那我们分别打印它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一大打印一下 大落出BOR 还有 微大打印一下 大落出BOR 会分别打印出它对应的类型和值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不耳性真 不耳性假 对吧 这是平时咱们最主要用到的什么 真假 两种值吧 对不对 但是对于PORP这种落类型语言的话 那很多其他情况都可以自动作为布尔类型来用 比如说咱们介绍一个咱们后边没学过的语法 你看 如果这块 WBOR 这个变量 这样 这个变量可以是 怎么 真值 输出 否则 输出 这个变量 是 假值 看一下这样的情况 对吧 通常布尔类型都在 异负语句 外后循环语句 这样的地方去用 那像这种什么 布尔类型值在这块真假值 那么咱们一般的情况不一定非得用真的布尔类型值 也就是其他类型中有一些值也会当布尔类型值来用 就知道吗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变量什么值 布尔真值 对不对 所以输出 是不是真值 对吧 那 我这块如果写的是 把这去掉 你看 我如果这块写的是100 这个BOR定变量 它现在是什么类型 我这块 大 大了 BOR 这块I扣一下 大了 I扣一下 换行 那 这个肯定是整形 对不对 大整形在这里边 因为衣服这里边只能判断真假 真我就干嘛 假我就不干嘛 对不对 是不是意思 真是到这里之行 假到这里之行 对不对 但是我给的不是BOR这个变量 给的不是真假值 而是100 那它能做为什么用 对 现在整形有一些值会作为真假值来用 任何类型的一些值都会作为真假值来用 咱们就唯一一验证一下 比如说这个 是不是整形的100 但这个变量是不是可以是真值 对吧 那咱们就总结一下 什么呢 真值的情况太多了 对吧 咱们把可能 所有可能出现的假值的情况 咱们说一点 对吧 这样的话 除了这些其他值 是不是全是真 咱们挑少的部分去讲 那一曲反 其他地方全是什么 全是真了 对不对 所以这话 咱们第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不可行的 这个Force BOR 也不可行的FRL 这个肯定是假值吧 这不用说了 对不对 那咱们看一下 整形的能有哪些是假值呢 整形的零 咱们试一下 看一下 整形的零 现在BOR 是不是摄上零 零 现在是不是假值 对吧 非零的数就是真值 比如说你随便说一个背景的数 是 二十 二十 这都是真值 只有零是假值 看到了吗 对吧 其他的值都是这个 所以在医护区判断的时候 任何类型都可以在这里边做判断 它都会转成布尔星的真价 听懂吧 那这整形 它福点数中 什么是假值呢 对 零点零 或者是零点零零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 对 比如说现在零点零零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呢 是不是 也是假值 对吧 那标准中还有有什么历史啊 是不是就是自乌串了 那自乌串的空 就是一个假值 你看 空 对吧 现在我们来酸心一下 是不是长动力量 这是一个假值 那我这样做呢 里面加空格呢 是不是假值呢 对 看一下 是不是真值 有个空格相当有一个阿斯克嘛 里面是有值的 值为空格 所以这个不能当成假值 知道吗 所以里边有自乌串 有任何数据都是真值 只有空自乌串是假值的 那咱们再来眼睛一下 自乌串中的零 刚才说自乌串的空格 咱们说什么值呢 假的 真的 真的 那零自乌串 真值假值 真的 真的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也有一个真值 看结果 假的 对 不太好理解 对不对 那自乌串的零是假的 那自乌串的零点零零呢 真的假的 嗯 如此可笑 是不是真的 对吧 所以这一是不是没有太大的规律 对吧 那这块 假如是零零零零零呢 刚才能看到了自乌串的零 是不是假值啊 零点零零零都是真值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对 那只有一个零的情况下是假 真的吗 所以这块是不太好记啊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数组 如果是数组 空数组 现在是数组类型了 真值 价值啊 空了 看一看 价值 对吧 如果里边一旦有一个元素 但是这元素是零 真值 价值啊 真的 现在是开始蒙了 是不是 对吧 这怎么记呢 数组是什么 非空的就是真 空数组为假 空数组 知道吗 所以有个零 它是不是就不为空了 有个元素在 所以它就不是价值 知道吧 要找到记得规律 然后对象呢 跟它一样空对象 对吧 所以比如说 我随便写一个类 class demo 这个类里边 虽然咱们学到 今天展示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边 你有一个 demo 是不是空对象 那我们看一下 空对象 真值价值 数组 空数组是假 现在我空对象 为什么它是真值呢 空对象 嗯 这个没有什么 为什么 这些是语法规定的 在 一个版本 某一个版本之前 它还是假值 但是有一个版本之后 它是真值 你看这里边 没有单元对象 仅是于P2P4 看到了吗 4的版本的时候 它才是空对象 就是对象里边没有单元 就是没有元素的时候 它是什么 价值 但是呢 仅是于P4 那现在咱们用的是P5以上的版本 对吧 所以它是不是就不是了 嗯 还有最后一个类项 什么 这个 NUR 这个对象咱们就不是空了 这个咱也不记了 对吧 那布尔形的这个空没有这些变量 那肯定是什么 对吧 肯定就是假值 看到了 所以咱平时在做程序的时候 看到了 这些值 怎么的 都可以作为布尔形的假值来用 那除了这些 除了这些 怎么的 其它是全是真值 咱们再总结一下 布尔形的假 整数的零 伏点数的零点零 对不对 空白字符 就是空字无串和字无串零 对吧 我们这里边没写字无串零点零吧 对不对 咱刚才做实验也看到了 对吧 然后没有成员的速度 还有没有单元对象 但是只视为P4 还有空 对不对 所有其他值 包括字元 是不都能当真来使用 对吧 所以都当真来使用 比如说咱们就说那字元 那一般那些成员的时候都这么写 比如说刚才咱们做的一个 MySQL的Link 还记得上几个 咱们做一个这个吧 MySQL下号线 C-O-N-N-E-C-T 连接咱们本地的 Logalhost的 下边的用户名为Root的 密码为什么 空的对不对 那咱们经常这么写成员 倒入R-I-N-K 如果Link Link是不是一个资源 那如果它连接成功了 它就是真的 对吧 连接失败的还是反正就假 如果有资源就是代表真 就证明它连接成功了 找到这个资源了 对吧 所以经常会这么去写成 听了吗 所以这就是PSP什么数据类型中 不尔形的咱们的一些介绍 当然咱们大量P上介绍的不是不尔形 不尔形只有真假 对不对 其他类型可以有一部分值 作为不尔形的值来用 对吧 对这个价值 除了价值全是真值 好 咱们这节课不尔形就知道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